这是顶端新闻 他们报道的 他说多省连续降雨给小麦收割带来麻烦 然而麦田出现一群一朝光鲜手持直播机器的网红 纷纷直播割麦 有网红声称收割机进不来 所以帮农民割麦子 网红是来帮忙的 还是来捣乱的 请对粮食有点敬畏之心 网友纷纷指责网红们蹭流量 所以说顶端新闻说 农民的苦难不是流量的噱头 我要是那个农民 我在那里鸽子麦子 有一群人 一光鲜亮的来 要拨我 我首先得收费 是吧 你拨我 我人入境 你得给我一份钱 然后呢 你这个站在我这个场地 我还要收你这个场地出租费的钱 再然后还有允许我和你们这个网红打情骂俏 我就喜欢 是吧 你这个顶端新闻你少来这一套 我花钱雇你来 不是让你关心我的这个事 是吧 不是让你拿着那个摄像头来审视我 道德是怎么样 我穿不穿内裤的 跟你没关系 我花钱雇你是干别的事的 是吧 你看着别人去的 因此这个 你说这个别人的苦难不能成为一个噱头 然后他的潜台词 别人还不允许苦难呗 是吧 别人都得欢快呗 所以说你这个顶端新闻 你们这样做不对啊 你们得反思反思是吧 你们这个搞错位置了 你们